本月初上任的驻旧金山台北经文处新任处长赖明奇 今天接受本台专访 带您进步认识他并了解他上任之后要推动的工作 古林佳的报道 驻旧金山台北经文处处长赖明奇 于8月2日抵达湾区旅行并自主管理14天 日前才开始跟桥界接触 也遵循防疫规定随时戴着口罩 就连专访时也不例外 1963年出生最近刚满57岁的他 从事外交工作已经34年了 美国经验也很丰富 派驻过亚特兰大 华府 波士顿以及旧金山四个城市 我可以说是从当年的满头黑坊 做到满头的白坊 不过我跟各位观众报告 我非常热爱我的工作 即使我有再多白头坊 我都会继续做下去 请大家放心 赖明奇的领区包括北加州 犹他州以及内华达州 曾经驻波士顿经文处担任处长的他 来到旧金山湾区担任处长 有感到什么不同之处呢 桥屋工作方面差别很大 因为规模大桥差很多 波士差不多有300多个桥团 华桥差不多有13万多 旧金山有差不多98万的华桥 桥团差不多有快1000个 因此桥屋工作非常非常繁重 面对湾区桥界 统独 蓝绿等路线错综 复杂的情势 赖明奇对桥屋工作有一个明确的原则 只要是支持台湾的这个自由民主 都是我们的朋友 都是我们可以结交的对象 因此我们在办理这个桥工作的时候 我们一向是品持的行政中立 以及追求台湾的对国家利益为原则 在做事情 赖明奇在疫情期间到任 一来就向桥界宣示 他是来做事不是来做官 他提到多项优先要推动的工作 例如疫情期间加强领务服务 包括护照的这个售件 还有签证 以及文件证明部分 但是因为太多人的申请 所以今年我们的这个领务的这个售件量 比去年同期要增加差不多有 差不多有五成左右 在外交方面 赖明奇也没有闲着 已经和辖区内的州政府 还有相关的政界人士 透过视讯方式加强联系 是希望能够在既有基础之上 能够再继续加强我们在政务方面的工作 比如说我们对于州政府的联系工作 包括州长副州长 还有州参众议会 还有我们这个市政府的部分 另外就是我们区 我们的辖区 学务工作非常重要 像我们的Stanford大学 UC Berkeley 这些都是我们联系的对象 而乔务工作的挑战方面 赖明奇表示 疫情导致许多业务的做法 都与过去不同 现在的乔团很多样化 需求也不一样 比如说各位从没有想过 这是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我们必须还要帮乔团来团购口罩 因为在美国根本买不到 这个是以前我们从没想过的地方 可以想见的 未来还有很多类似的需求 那这些都是挑战 所以我们必须要让我们的桥工作 更能够多样化来 因应不同桥团的需求 由于当前美台关系互动频繁 而且持续升温 对于驻外单位的外交工作 更加有利 台美关系紧密 对我们工作推动 当然是有帮助的 因为跟各位报告 台湾跟美国没有邦交 因此台湾的驻外人员 一向要比别人更轻快 然后更去多方的接洽 赖明奇举例来说 邀请美国政界人士访台 也是其重要的工作之一 犹他州州长2018年就曾率团访问台湾 犹他州商务厅长也在去年访台 今年原本也有邀访计划 但因为新冠肺炎疫情而搁置 但明年的邀访已经在规划中 26台记者古林家报道